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股市开盘前的五个关键事项 这些信息将帮助投资者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警觉 首先,周二的股市上涨,投资者期待着软着陆的迹象 随着联邦储备系统的最新会议纪要即将公布,市场情绪高涨 而随着飓风米尔顿的来袭,佛罗里达州的企业正面临着可能的重大损失,影响不容小觑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司法部考虑拆分谷歌的消息 这一举措可能会影响整个科技市场的格局 而TikTok则面临来自多位州检察长的诉讼,指控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 最后,波音的罢工谈判陷入僵局 这对已经苦苦挣扎的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外,我们还将关注2024年雇主健康保险家庭保费上涨的情况 以及巴基斯坦小儿麻痹病例激增带来的挑战 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生活的重要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股市周三开盘前,投资者需要关注什么? CNBC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盘点 首先便是令人鼓舞的股市走势 周二,标准普尔500指数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近1%和1.5% 而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微幅上升0.3% 投资者看到了联邦储蓄系统成功调控通胀的希望 特别是在上月利率下掉0.5个百分点后 这种所谓的软着陆策略给市场带来了信心 今天市场的注意力将转向联邦储备的会议纪要 投资者期待从中挖掘出更多对未来政策的线索 然而,不仅仅是经济风暴正在酝酿 巨风米尔顿的强风正直铺佛罗里达州中部 据华尔街分析师预测 这场灾难可能会带来高达500亿美元的损失 而在最糟情况下,损失甚至可能超过1750亿美元 这无疑对当地企业构成了严峻挑战 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750个航班 邮轮公司改变航线 主题公园也开始关闭风险区域 高盛报告指出,这场风暴可能将迪士尼的公园和体验部门 在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削减约1.5亿到2亿美元 随着飓风逼近,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在商店疯狂抢购必需品 数千个加油站面临燃料短缺 司法部对谷歌的态度也成为市场热议话题 几周前一位美国法官裁定谷歌在搜索市场拥有垄断地位后 司法部正在考虑拆分谷歌 司法部的报告指出,可能的措施包括合同要求和禁令 非歧视产品要求,数据和互操作性要求,以及结构要求 这些措施旨在防止谷歌利用旗下如Chrome、Play和Android等产品 优待自身搜索服务 尽管谷歌的监管事务副总裁李安·穆尔·霍兰称这些提议为激进 但明年对于这些补救措施的裁决无疑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TikTok再次成为焦点 来自多位州检察长的两党小组正在对这款受欢迎的应用程序提出诉讼 指控其对儿童及年轻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并控诉其非法资金传输 TikTok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并声称已为年轻用户提供充足保障 随着新法律的推行,TikTok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 尤其在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上位找到合适的买家之前 另一方面,波音与其罢工工人的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局面让这家航空巨头面临进一步的财务困境 自9月中旬以来,约33000名机械工人持续罢工 波音撤回了合同提议 称进一步谈判,在此时没有异议 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假期和并假 但波音的僵持态度可能会对其长期业务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在股市之外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项调查 揭示了2024年雇主家庭健康保险的变动状况 今年家庭健康保险的保费上涨了7%,达到年均25美元 572,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保费如此大幅度上升 尽管如此,在劳动市场紧张的背景下 工人对保费的平均贡献变化不大 自2019年以来增长不到300美元 这种现象反映了雇主在面对高涨保费时的两难 无法将所有成本转嫁给员工 一些大型雇主开始采取措施 试图减少低工资工人的保费负担 调查还揭示了在健康计划中覆盖昂贵的GOP 亦减肥药物的限制情况 随着这类药物的使用兴趣增加 仅少量大型雇主将其纳入健康计划 部分雇主预测这将对处方药支出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在国际方面 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来自巴基斯坦 自3月以来,这个国家的小儿麻痹病例数量激增 这对于全球根除这一疾病的努力构成挑战 巴基斯坦的疫苗接种行动 面临着来自激进分子的安全威胁 这些错误的信念使得一些社区拒绝疫苗 随着塔利班政府在邻国阿富汗 停止户外疫苗接种 巴基斯坦的公共卫生工作者面临更大压力 巴基斯坦的抗小儿麻痹运动 不仅需要国际支持 也需要全国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这些事件无不提醒着投资者和普通民众 在面对波动的市场和不确定的国际局势时 保持信息灵通和谨慎应对的重要性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 关注全球和本地的发展 将有助于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投资者在股市开盘前需要知道这些关键事项 因为市场的动态影响着资金的流向和投资决策 了解这些信息可以让投资者更好的制定策略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例如飓风的来袭可能会影响能源和保险公司的股票 而波音的罢工则可能进一步影响航空航天业的预期 掌握这些信息是投资者必备的技能 就像古代战争前了解敌军动态一样重要 这些信息当然有用 但我认为过多关注这些短期事件 只会让投资者陷入过度分析的陷阱 忽略长期投资的价值 就像亚瑟王追逐圣碑 追逐短期市场事件往往是一场无休止的旅程 最终可能会失去对长期目标的把握 投资者应该专注于长期趋势 而不是被每日新闻牵着鼻子走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